按照咱们这个流程啊 我们第一个一件事要做的 是不是说 要先去看一下我的一个数据啊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或者说数据当中啊 它是不是都对应上的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对对啊 咱们先来看 就是我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京东数据当中啊 有user还有action 那其实呢 我想去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写出来了 就是 我们的一个行为数据啊 是不是都有我现有的 这些用户产生的呀 那是不是可能说 这个行为数据当中 如果说啊 我的一个行为数据当中 有一些新的用户 这用户我还不知道是谁 因为我没有一个ID啊 没有一个映射啊 那这个时候那些行为数据 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啊 咱们先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 先来看一下 我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都是一对应的啊 或者说 他给我拿到这个数据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啊 它是一个竞赛数据局 那大家可能 现在一想 哎呀肯定是没问题的嘛 人家给你竞赛数据局 怎么能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啊 就是在咱们数据经营的时候 我们就想 之后啊 我们在做任务的时候 很有可能啊 就是拿到这样 就是一个数据当中 不可能都是 就是一个点 一个文件就完事了 好多个文件啊 你得想啊 就是说这些文件当中啊 有没有一些成语数据啊 比如说一些行为 哎不是你这些用户产生的 可能是一些 就是什么什么 服务器自己造的 当然服务器自己怎么造啊 就是由于一些各种问题啊 和各种错误 产生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 是没有的 没用的 我是不是要过滤掉啊 所以说 咱们第一步啊 先来看一下啊 在我的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一致的 那怎么看呢 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先看一下 在我的行为数据当中 做的行为 是不是都是由我的用户 来产生的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 给大家啊 可以看这样一个小例子 这里啊 咱们接下来的一个核心 就是用Pandas去做的 嗯 所有东西啊 基本上都是用Pandas 都是用这个DataFrame去做的 大家对Pandas啊 应该啊 还熟悉是吧 那我就当大家 有那么一些基础 然后等用到一些特别点 是吧 咱们再着重强调一下 首先呢 把这个Pandas啊 给导进来 然后啊 对于这样一些DataFrame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函数吧 一个Match函数 咱们现在咱们来想啊 就是 哎 你说这样一个东西 怎么实现出来啊 我们实现方法呀 大家可能去想 我能不能就是 在这个用户数据当中啊 就是行为数据当中 我写个复循环 在循环当中啊 每一条记录 我看一下User的ID 然后去看 是不是在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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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啊 太慢了吧 也是太low的一种做法 咱们来看 我们可以啊 用一个Match的方法 怎么Match啊 咱们来看 比如说啊 我建立了 第一个DataFrame 还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啊 其实看两个就够了 对于这两个DataFrame来说啊 这个DataFrame1里边 它是AAC 相当于是 有这么 相当于有四条记录吧 四条记录当中啊 有两个A 它是重复的 然后呢 它有Data Data是什么 我也不管 然后这个DataFrame2啊 就是它里边是一个ABF 那你看一下 就是2和1里边啊 咱们来说啊 就是这个ID D如果说它是一个建值的话 它哪些是 就是共有的 是A 它是共有的吧 那你说E C D F 不是 为什么 因为有些只有1有 有些只有2有 我们想找的啊 就是他们所共有的那个东西 那咱们来看一下结果 当我打印这样一个结果啊 就是Pandas DataFrame2和DataFrame1 摸着完之后啊 打印一下结果什么 只有AA吧 然后Data都是1 那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啊 只会把他们相同的保留下来 他们有其中一个有 其中一个没有 这对我有用吗 这对我来说啊 就没用了 所以说呢 我现在要看的 只是他们所共有的东西 那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啊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 他们的一个user 是不是都是共有的 不就完事了吗 那怎么看他们是不是共有啊 相当于你看 在这个action当中啊 是不是说对于每一个user 都会有一条记录 user 其实呢 我这也没关吧 其实你看 一个user 都是user开头吧 user对商品做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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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一旦 我在这摸着一下 跟我的一个user级 摸着完之后 我发现 action里边 它的数据如果说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 因为什么 action里边所有的user 都是我当前的 这个数据集当中的吧 因为你看 因为这个有 那个也有 所以说才不会减少啊 一旦它不是这样呢 一旦它不是这样 你看 这个有 这个没有 是不是什么ec啊 就不见了 就少ec吧 所以说啊 我就可以通过啊 就是摸着完之后 一个数据量的大小 来去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所有的 行为都是由我的一个user 来进行一个产生的 这是啊 我的第一步 先做了一个检查 首先呢 怎么办啊 那这里写个函数啊 首先啊 先把我的数据读进来 这个coding啊 就是这个 现在当中啊 已经给我们指定好了啊 它就是一个jpk编码 我们直接啊 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我的一个 你看 把我的一个userid 给它定位到 在这里 再把数据读进来 因为我们这里 里有三个数据啊 相当于是 这个东西 你看二月份的 三月份的 还有四月份的 有三份数据 所以说啊 对这三个月份数据来说 我要分别进行判断吧 判断一下呀 这三个月 哎呀 它都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说呢 打印出这样一个值 怎么样 都是吧 因为最终啊 都是一个处值 都是一个处值啊 就看一下啊 这块是不是等于等于吗 等于等于 相当于是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啊 就意味着我这个东西数据啊 它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说呢 第一步啊 检查一个数据 我要不要去对数据进行一个削减啊 去比如说像削减一些行为 这些行为啊 它是由一些辣马其糟的用户产生的 但是一看 没有啊 数据是算不了的 一个比较完整 比较公正的一个数据集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咱们再来看 下面我先来看就是 哎 一个user里边啊 是不是会有一个user 对一个item 它会不会有一些重复的记录啊 这一点啊 就是 嗯 大家的想 当我们在浏览这个京东的时候啊 比如说 嗯 可能说就是 我点了一下 哎呀 可能是一条记录 那这个服务器当中啊 可不可能存在这样 就是 他想点 他就是想点一下 结果他点了很多下 没出来 所以说导致啊 比如说 不知道大家没有习惯 可能有些习惯 就是你看我鼠家在这 空白定了一根点 这可能就是 他后台知识记录的时候啊 就是 你随便点一下东西啊 他都认为你的点一量比较多 那其实呢 这些有很多啊 都是无意的吧 一些无意的一些东西 会不会对我结果产生影响啊 比如说重复的记录 重复的记录当中 比如说用户啊 同一时间啊 就是 因为他都时间都小片段的嘛 同一时间可能用户买了 就是多个商品 或者说添加了多个商品到购车 那可能都是添加同样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比如添加一个 添加两个 添加三个 那这些东西 大家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哎 你说他有用还是没用啊 是不是可以归纳成一个重复的记录啊 这点啊 这个就比较难了 因为你说你就是你在同一时间小片段之内 你说你点了一下和你点了十下 我知道你有意没意的呀 这个东西不好判断吧 所以说啊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 我通过这样一个函数 我通过啊 就是一开始先看了一下 咱们当前啊 这个数据读进来 然后呢 看了一下呀 数据的一个规模 然后呢 在数据规模当中啊 由于他是有一些重复的记录 相当于是你重复做这样一个事 那我把重复的记录啊 在这样一个时间片段内 我就给它去掉了 你看 这一行啊 相当于是我把重复的记录给它去掉了 去掉完之后啊 又看了一下 它有多少个样本的数 然后打印了一下啊 咱们就是前后啊 这样本数的一个差值 可以看一下结果 对于这个几个action的数据集啊 都是看了一下 然后对于数据集都看了一下 然后一个结果就是说 对于user啊 和商品啊 还有一个评论来说啊 它是没有重复记录的 因为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嘛 它就是一个商品属性 怎么可能有重复记录呢 基本上啊 都是没有重复的 有重复的 咱们就可以直接过去掉了嘛 因为一个商品 我知道它有这样一个属性 就完事了 你告诉我两遍 告诉我三遍 告诉我一万遍 对我来说没用吧 那当然是我们去看一下啊 商品和评论 还有咱们的一个用户的数据集当中 都是没有重复的 不用再去过滤了 但是啊 你看在这个action当中啊 重复数据有多少啊 重复数据的量还是蛮大的 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啊 大概这么大的一个量 那这么大的一个量 问题来了 哎呀 去掉呢 还是不去掉呢 去掉啊 好像来说就是 我们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 它对于一种情况下 那你是不是说 它用户才有可能很喜欢 才能去一顿家呀 才能去一顿点呀 那你把这个东西忽视掉了 那你不去掉呢 不去掉可能有些无意的问题啊 所以说啊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 你的一个决 你要抉择理解事了 要不要进行一个去掉 那其实啊 这一块你也可以分两步走 你去掉了 做一次 不去掉 再做一次 看一看 结果的差值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 这个任务量 就这个任务 由于这个任务量比较大 前面的一个分支 会跟后面所有分支 进行一个累成啊 这样要做的事太多了 所以说啊 到时候就教大家 等我们实际用的时候呢 不妨也这样去想一想 这块啊 没有做处理 就是在于 嗯 我可能暂时觉着啊 就是这件事 还是保留吧 因为可能 它越喜欢越点 越喜欢越加 会导致最终 它的一个购买情况的 所以说啊 这个东西是没有被去掉的 那大家现在 可能一个问题又来了 哇 这么大的一个数啊 哎 你python 你可以处理 或者说 你这个pandas 能处理的一个数量级 是多大呀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基本上啊 嗯 千万几叠的啊 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千万条结录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你说一个上亿的呢 上亿来说啊 基本上要求内存偏高一些 你笔记本内存啊 咱们现在笔记本内存 基本上是一个8G的 8G的内存啊 处理一个千G的 嗯 不是千G啊 千一条的 不是千一条 就上亿条的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是用panda的去做 但是仅千万来说啊 还是用笔记本去做 没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你用服务器啊 内存更大 比如说服务器 你可能干到个 呃 32G比较常见的吧 32G的内存 可能处理就更大一些了 这个反正根据 你的一个设备不同啊 还不太好说 一般啊 咱们笔记本 千万级别的 没啥太大事啊 基本上没问题的 然后呢 下面这部啊 这部只是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重复量 但是呢 没有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因为啊 觉得这个东西啊 暂时还是先保留吧 是有这样的考虑到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又看了一下 哎呀 对于我的数据 对我的数据啊 先展开来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 我重复数据 刚才是不是说 它重复数据 我只打印了一个条 但是呢 我想看一下 重复数据到底跟什么有关啊 重复数据 它是跟哪些量有关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啊 你看我打开了我的一个 还是这个数据啊 对这个数据来说啊 我把重复数据拿过来 在我的重复数据当中啊 对它的type 进行了一个count的计数 type底发现什么 大多数都是1 你看这里计数 1啊 它有多少个 6多少个 1和6占了绝大多数吧 也就是说啊 大部分情况下 重复数据 都是由于你重复浏览 和重复的点击 但是你重复浏览 和重复点击 是意外情况吗 不好说吧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只能是 基于统计看一下 当前这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 那要不要去做一些筛选 这个事呢 这个留着大家 自己来进行个决策吧 是有什么事呢 我说是有什么事呢 我说是有什么事呢 谢谢大家